毒品對腦部的傷害 解消毒有的風險 甚至是置換的毒品視覺地貼 透過AR、VR科技 3D立體圖像及藝術創作等互動展品 深入潛出的探討毒品的危害 我們會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在我們文化中心的二樓 有這一個得來不易的特展 這個展覽是原本是在全國 在台中的自然科學博物館展覽 毒品危害的防治 是所有的單位一起的工作 我們歡迎所有的市民朋友 不管你是學生 或者你是陪著同學一起來的大人 都可以在這個展覽裡面 找到你所需要知道的知識、技巧 認識毒品、拒絕毒品 保護自己、保護健康 基隆市政府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聯手 在基隆美術館舉辦 切中要害反毒超油梗特展 開幕典禮現場貴賓雲集 以實際的行動支持這一檔全方位的 反毒特展 非常感謝這次基隆市政府 來舉辦這樣的反毒特展 那我希望市民有機會都可以來參加 因為如果當然毒品要戒毒非常的困難 那與其這樣我們不如一開始就拒絕毒品 讓大家來看看特展 知道毒品對自己身體乃自己家庭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 我相信所有人看了以後都會知道 一定要絕對要拒毒 像毒品大聲說不 就是要拒絕毒品 更要有所警覺 透過一系列反映成癮議題的藝術作品 讓一起參與開幕的成功國中師生 提升反毒知能 讓我們學生在這個地方能夠親身的體驗 然後藉由這次的參訪以後 回到學校以後 就當作種子一樣 然後繼續的傳播這樣的正確的概念跟觀念 完全杜絕毒品的危害 之後有更加認識毒品會對身心靈造成的危害 沒有想要吸食毒品會 就是讓我們身體會變得不健康 更了解吸食毒品後會對身體造成的危害 所以不能吸毒品 喚醒民眾對毒品的警覺 並減少對成癮者的忧明化 傷心的媽媽你看 她不是只有流眼淚 她是流眼球 吸食海洛因不只是個人的事 你也會影響到家人 特別是跟你最接近的親屬 希望藉由科技和藝術文化的創新形式 喚醒大眾對成癮者的理解與關懷 減少污名化 主動給予協助 這檔特展 節日期一直展到5月26日 特展期間內有規劃團體導覽解說 歡迎民眾線上預約參加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